像比赛啊 台湾小姐选拔赛的决赛 7月14号就要在高雄举办 而这个周末假期在台北预先办了一场国服大赛 参赛的嘉丽呢 穿上自己心目中 认为最能代表台湾的服饰 有人穿旗袍 有人穿客家花布装 还有人穿改良唐朝服装 扮成了武则天 气势非凡 是原住民风味的国服 落落大方的原住民女孩 优雅中又不失传统的客家赛 来自全台各地一共十名嘉丽 穿上了自己心目中最能代表台湾的礼服 进行一场国服赛 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霸气十足的武则天 一出场就瞬间吸走所有目光 脱下旗袍的那一刻更是蜡翻全场 第一名 红梦一将力 由超辣的一旦女皇摘下后半 除了气势逼人之外 她的巧手跟巧思更是没话说 里面龙的图腾跟外面是客家的牡丹花 就是结合多元族群的感觉 还有改良式的旗袍 以及清凉可爱的原住民附落服饰 台湾小姐的正式决赛7月14号就将在高雄举办 到时候众多家里要如人让自己脱颖而出 令人期待